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国华语新闻 我是主播王赫 2011年1月5日 Pactrons海空货运公司 在芝加哥近郊的 Benzanwell为其新的货运仓储设施 举行大型剪彩仪式 新的货运仓储设施 占地12万平方英尺 与原先的设施面积相比 扩展了近三倍 我们也很高 因为我们从5万尺到12万尺 我们有很多的空军去成长 那么我们发现 这样我们可以提供给客人 更多的service 比如说我们有棒的warehouse 我们可以做长厨 当天Pactrons的剪彩仪式 吸引了200多名宾客 剪彩现场 气氛热烈非凡 公司还邀请了 中国城的武师前来助兴 在剪彩仪式后 许多嘉宾还走上台来 发表演说 纷纷祝贺Pactrons海空货运公司 取得的娇人成绩 并祝福其不断走向辉煌 出席剪彩的主兵 有Pactrons海空货运公司总裁 彭叶丽丘氏 执行总裁彭凤恩 全球销售及市场部经理Chance Pang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芝加哥总领馆 副总领事卢坤 美国商务部全国主任 大卫辛森 美国商务部 芝加哥地区主任 埃里克杜宾 台北驻芝加哥 经济文化办事处主任 保罗王 CMBDC 执行副总裁 菲利普·巴瑞达先生 MBDA公司财务顾问 约瑟夫·戈埋斯先生 美国商务部 西班牙裔商会财务主席 大卫·戈埋斯先生 记者在现场还采访了 Pactrons航空货运公司的 执行总裁彭凤恩先生 那我们这个公司呢 最主要的 很重视于在一站式的服务 彭先生说 Pactrons是一个 国际性的物流公司 公司的服务是一站式的 客户只要一通电话 Pactrons就可以全方位 提供货贷 运输 仓储等各方面的服务 彭先生还指出 Pactrons的服务还是全球性的 包括进口 出口 海运 空运 仓储 清关 卡车等整一套服务 近年来 Pactrons不断加大服务范围 进一步帮助客户 进口商等寻找货源 这在物流行业上是一种 比较创新的做法 彭先生高兴地说 新的货运仓储设施的成倍增长 可以是Pactrons 在2011年增长20% 我们2011年是做得很profitable 但是我2011年 我相信我们会再成立到20% 以2010年的基础 Pactrons成立是1985年 当初 started 只有两个主要公司 然后我们是工作时间 七天24小时在做 所以我们从零开始到今天 我们现在有超过50个员工 那么我们也很proud of 我们每年都有不同的 我们希望我们不同的规划 我们希望我们的购物在哪里 Pactrons有很多好的项目 他们有信心给客户提供 更高质量的服务 为中美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做出贡献 Pactrons总部设在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具有通往O'Hare国际机场 和主要铁路的便利地理优势 在中国的几大主要城市 共设有五个办事处 Pactrons的目标是 帮助各企业创造更高的收益 和降低运输成本 他们为客户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和全套的物流解决方案 同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以最优的价格 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 Pactrons是为中国几大城市 提供五三集装箱运输服务的 唯一一家美国货运公司 2010年Pactrons 荣获美国商务部颁发的 小数族裔企业杰出奖 刚好我们自己也在花了很多时间 在买了问题这一块 我们也借我们的成长 带动一些美国一些小数的主意 就说希望大家能够一块 互相的帮忙 所以我们一块的成长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美国华语新闻 我是王赫 在芝加哥向您问候 祝您健康快乐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